腾讯体育10月9日讯 雷霆主帅比利多诺 今天在接收采访时透露说 球队当下球星维斯布鲁克 最近恢复的相当不错 状态持续好转 不过他还不能参加 有着面身体对抗的训练内容 正视频直播NBA季前赛 魔术VS热火怀特赛的打载班 把维少仍在恢复雷霆队 今天继续进行训练 被战后面的比赛 维少也出现在了训练场 在训练过程中 维少还与施罗德和保罗乔治一起聊天 大家有说有笑 看得出来维少心情相当不错 在雷霆的全部训练内容结束之后 维少还与队友们进行了一些投篮练习 维少今年9月12月 接受游戏该手术 他当时表示自己将于四周之后接受复检 本周四将会是维少之前所说的复检日期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术后复检 维少在过去几天时间也略为加大了训练量 多罗乔教练透露说 维少的身体状况 每天都在持续好转 但他截止目前还没有与队友 进行有全面身体接触的对抗训练 维少可以参加一些精度的身体对抗训练 但都是在有控制的范围之内 维少一天天能够增加多少训练量 只要取决于他自己的感觉 多罗乔说道 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他走到训练场上做些事 已经是很不错的结果了 在维少接受手术之后 雷霆总经理萨姆普林斯蒂 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雷霆对于维少对上是恢复 保持谨慎的态度 球队不会着急让他在节目站匆促复出 尽管他所接受的膝盖手术是个小手术 但我们并不会着急让他复出 我们会根据他的复朝情况做进一步的决定 普雷斯蒂说道 维恒